外送員騎車送餐到檳榔攤 店家把錢放在桌上 讓外送員找開 沒想到這名外送員 居然趁機夾帶兩張百元假鈔給他 還依附若無其事的模樣 離開現場 更扯的是 警方到外送員家中搜索 居然找到兩百多張假鈔 面額一千元 五百元 一百元的 統統都有 紙鈔的品質不佳 事發在彰化園林 警方調查 這名外送員已經以相同手法 洗錢四次 而這疊百元假鈔 有同樣的流水號 還印有玩具鈔票的印章 過年假鈔到處流竄 台北只有一名七十五歲婦人 連續三次拿美金到銀行 兌換新台幣 不過她拿的美金 也通通都是假的 吸收鄰居 誠信婦人之說 婦人前兩次 一共成功將三十一張百元美金 兌換成新台幣 這個月十六日又想再兌換 五十張百元美鈔時 隨即當場被抓包 她公稱是受一名五十九歲 陳姓婦人的請託來幫忙 但陳姓婦人卻堅稱是先前在 國外經商時拿到的 不知道是假鈔 即便她有自己的一套說法 仍是被警方依法送辦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